大批亞美尼亞人湧上滅國加州的街頭 歡迎拜登將亞美尼亞人被土耳其前身 奧斯曼帝國殺害的遭遇定性為種族滅絕 不少人去到土耳其領事館 要求土耳其政府跟隨華府的做法 拜登在星期六 即是事件106週年紀念日發聲明 以種族滅絕去形容事件 是第一個美國總統這樣定性 聲明說當年的奧斯曼帝國 逮捕亞美尼亞知識分子和社區領袖 150萬個亞美尼亞人被驅逐或者殺害 美國向這些人致敬 會銘記這段歷史 確保不會重演 土耳其外長克姆·什奧勞強烈反對聲明 批評是完全基於民粹主義 沒有歷史或者法律基礎 損害了美國和土耳其的互信和友誼 副外長召見美國大使抗議 亞美尼亞總理 帕什利洋就回信拜登 說對方的表態為亞美尼亞帶來真相 歷史公義和安全 防範再有類似的事 拜登的表態打破了華府 避免用種族滅絕的字眼 去定性事件的做法 華盛頓郵報報道 除了基於拜登要履行就人權發聲的承諾 華府近期也對土耳其政府向俄羅斯採救導彈防禦系統感到不滿 路透社就引述高層官員消息 說華府仍然視土耳其為北約重要盟友 同時希望土耳其和亞美尼亞尋求和解 有線電視記者 來 盡力 報道